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EY学堂 上集我们介绍过有关美国M2供应出现破纪录的下跌情报 也探讨了有关全球147个国家M2的供应和通胀的关系 今集我们就看看香港的M2供应有什么启示的作用 2019年9月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英文文 就是介绍香港的M2和GDP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看香港的GDP经济增长数据 这里由2000年到最新2023年 大家看到按年变化香港的GDP是出现过四次的下跌 就是经济衰退了 包括疫症爆发的2020年和最近2022年这两段时间 最新2023年第一季报的数字有正增长 究竟香港的GDP前景如何呢?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M2供应和GDP的关系 这幅图就很精彩了 红色线M2的按年增长率 而蓝色线就是GDP按年增长 两者出现长时间都有正相关的关系 包括我们看到2000年到2003年 双双都一起下跌 接着回升 这个U型的形态是非常清楚的 然后到2008和09年 国际金融风暴 大家都出现一个V型的反弹 而尖端位 2007年的高位也非常接近的 2016年大家看到 经过了几年的高水平之后 都一起出现2016的低点 接着又一起回升 及至最近2019年 经济出现衰退 而同期M2供应都一样 大幅增长放缘 到了2022年又再一次 当M2增长接近零的时候 香港的GDP又跌入负数区域了 所以M2的变化和GDP的变化 可以说是形影随形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 自2006年开始 红色线就持续走高过蓝色线 即是M2的增长 就持续要多过GDP的增长很多了 反映就是越来越需要更多的M2货币供应 去达到一个相同的经济增长效果 这个在今集最尾 就会和大家一起看看 香港的M2与GDP比较的按捩变化 当然刚才那幅图 就是关于香港的名义经济增长 因为M2的供应 除了会带动经济增长之外 亦都会造成通货膨胀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香港的名义和实质经济增长的 按据变化的分别 这里有两个时期是有分别比较大的 包括2007、2008年的期间 你会看到就是名义增长很高 但是实质增长就相对低 这里不见了一大部分 这是通胀的问题 另外在这段长时间的高增长期 差不多由2010年到2018年 你会看到持续 都是要扣除通胀 比较严重的情况 所以如果扣除了通胀之后 两者的关系就转弱了 譬如尖端没有那么明显 也看到这段高的增长期 GDP的实质增长也没有那么高 但是两者在很多的转折位 都仍然在一起 包括香港的亚洲金融风暴尾声 然后国际金融风暴 是从2016年的一次轻微下跌 以至到最近两次疫情爆发 以及最新的2022年的一次 都仍然是两者出现有症相关的 但是扣除了通胀的部分 实质的经济增长就似乎越来越弱 这里可以报一些数给大家看看 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察 是近期的M2增速一路下跌 而且去到最近2022年打口 更加出现最近四季都不超过2%的增速 包括0.4%,1.7%,1.6%和1.4% 持续低于2%是很多年都未见过的情况 而同期实质的经济增长 GDP更加出现三季负数 最新一季才是跳上水面 四季的数字分别是-1.2% -4.6% -4.1% 和2.7% 反映近期香港的经济低迷 和M2增长减慢是有关系的 另外 看回这里差不多23年的数据 香港只有2001和2002年 是出现过M2变化负增长的 正如美国的情况都一样 绝大部分的时间 M2供应都是正增长的 其余的时间 全部正数 今次会不会跌入负数区域呢? 那就要看 接下来香港的波币供应情况 随着美国的M2供应都跌入负数区域 进一步收紧银金 会不会影响到香港的货币供应呢? 似乎还需要一段更长的时间去观察 这里也可以介绍一下 为什么M2供应 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正数呢? 因为自从取消了本位货币制度之后 货币供应只会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之下 才会出现负增长 因为货币供应负增长是会大动通缩的 对经济有不利的影响 所以一般的经济体都会主动推升货币供应的 但是香港是奉行联系汇率制度 所以没有货币的政策自主 很容易就会受到外围因素影响而出现货币收缩 加上今次是美国带头收缩货币供应 大家可以重温上集介绍有关美国M2破纪录出现下跌的情况 香港受到美元上升的影响 所以本身就很较难主动去控制相关的M2变化 如果M2对GDP有相关的情况 所以如果M2进一步收缩 预示香港的未来经济增长将会较难退胜 透过这个关系就比较合理地解释 香港近期的持续低通胀和经济收缩的现象 这个正是联汇的代价 关于M2供应和经济增长 为什么会有关系呢? 这里引述Investopedia里面的简介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理论 就是增加货币供应 多了钱流通 所以经济 银行所需要的利率就会减低 增加货币供应 就是预示更多的钱流通 可以借用 所以增加了供应 就是可以令到借贷成本减低 更加容易借到钱 所以就推动更多的消费和投资 对GDP里面 无论是做出入口生意 政府投资 以至于私人的消费等等 都有推升的作用 所以M2供应 在逻辑上可以大动经济增长 但是这个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 就认为货币供应的影响利率 但是回头取消了本位制度之后 央行减息也会推动更多的货币供应 但是关键就是 有没有足够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去借钱 所以有时候减息 借贷成本低了 应该是推动更多人借钱 但是如果有其他的额外因素 导致经济不景 或者投资者和消费者都不敢借贷 就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即使减息 都是M2供应会收缩的 最后跟大家看看 香港的M2与GDP比 出现越来越高的情况 2019年9月那篇文章就提出 香港的M2与GDP比是世界最高的 而且是越来越高的 当然这要和美国、澳洲、新加坡和中国内地比 其实都是一直持续增加的 但是其他的经济体 多数都在200%以下的 香港是高到454.7%的高位2020年 超过450%都是非常罕见的 而且增速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香港的GDP又没有这个增速 反映货币供应的增长 就跑赢GDP增长越来越多了 相反中国内地的M2与GDP比 也都升到211.9% 若望是香港的一半都不够 新加坡就更低了 只有150.3% 澳洲和美国也都在150以下 所以大家看到 香港的M2与GDP的关系 是与别不同的 今次也看看 接下来 究竟会不会出现M2 跟随美国 跌入负数区域的情况 好,今天的讨论到这里 拜拜